特斯拉的轻能之舞 埃隆·马斯克能否再次颠覆世界 埃隆·马斯克总能出人意料 近日他在X平台抛出一枚重磅消息 特斯拉的未来发展将不再局限于电池技术 而是会将触角伸向氢燃料电池领域 这意味着传说中的水动力汽车 或将从科幻走向现实 这一宣布的时机尤其引人深思 正值特斯拉4680电池量产遭遇瓶颈之际 或许正是这些挑战 促使马斯克将目光投向了 更具可持续潜力的新型能源方案 试想一下 若未来汽车能够以水为驱动力 这将彻底改写全球交通格局 汽油 柴油 甚至传统的充电站 都将成为历史 许多行业观察家预言 此举一旦成功将对整个汽车产业 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 然而核心问题在于 这种动力系统究竟能否有效运作 它将如何塑造汽车行业的未来 特斯拉的革新之路 从电动到多元 在深入探讨特斯拉的轻能构想前 我们有必要回顾这家企业的非凡历程 它诞生于2003年 由一群工程师怀揣着电动车 终将取代燃油车的宏大梦想所创立 彼时电动车普遍被视为 缓慢 乏味 动力不足的代名词 然而当埃隆马斯克携资金与愿景加入后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它清晰地描绘了一个 未来我们将打造极速时尚且纯电驱动的汽车 这一愿景最终让特斯拉登上了全球最受追捧的汽车企业宝座 首款Roadster跑车 以莲花跑车底盘为基础 首次向世人证明 电动车亦能在数秒内完成每小时 0到100公里的加速 它不仅仅是一辆车 更是一种大胆的宣言 电动化才是未来 紧随其后的Model S成功进军豪华车市场 其卓越的续航性能及自动驾驶技术令人赞叹 这是一款兼具经验设计与强劲动力的 划时代电动轿车 Model X的猎鹰之一门设计 更是以前瞻的科技感 促使众多豪华汽车制造商反思其产品设计 然而 特斯拉真正走向大众市场的里程碑是Model 3 这款车型被定位为普通中产阶级 也能负担得起的电动车 在保持亲民价格的同时 技术与功能却丝毫不打折扣 Model 3为特斯拉赢得了广泛的行业认可 进而推动了全球各大汽车巨头 争相投入电动车研发的浪潮 2020年前后 Model Y作为Model 3的SUV版本推出 迅速成为家庭用户的宠儿 并在短短几年内 荣登全球最畅销车型榜首 更在电动车市场独占凹头 这标志着电动汽车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而是成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现实选择 埃隆·马斯克的过人之处在于 彻底扭转了公众对电动车的刻板印象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 电动车续航短 充电难 性能差 但特斯拉通过构建超级充电网络 优化充电流程 以及提升电池技术 显著延长了续航里程 Model S和Model 3实现超过600公里的续航 曾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壮具 特斯拉用实践证明 电动汽车不仅环保 更兼具卓越的性能与尖端科技 但如今特斯拉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公司新一代4680电池单元的量产 面临重重挑战 制造难度和成本压力 促使企业必须探索替代方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关于新型水发动机或轻能技术的构想浮出水面 瞬间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水发动机的奥秘轻燃料电池解析 那么所谓的水引擎究竟是什么 在解读特斯拉的潜在新方向前 我们必须厘清水引擎或轻能系统的本质 许多人误以为直接向汽车加水便能驱动车辆 但事实并非如此 水本身不含能量 无法直接作为燃料 它必须通过分解来提取氢气 而氢气才是真正的能量来源 这一分解过程需要依赖电解技术 该技术利用电能将水分子HVO分解成氢气HV和氧气 这一过程需要消耗能量 因此电力是必不可少的 分离出的氢气可以储存在专用的高压储氢罐中 当汽车需要动力时 这些氢气会被输送至一个特殊的装置 燃料电池 在燃料电池内部 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电能 这些电能随即驱动电动机使汽车前进 整个过程的唯一副产物是纯净的水蒸气 无烟无二氧化碳 真正实现零污染 因此这类技术被誉为零排放或清洁能源 有人听到逆向电解一词 便可能误以为是某种全新发明 然而这正是全球公认的氢燃料电池系统的工作原理 所谓的逆向电解 仅仅是形象的描述了燃料电池将氢气转化为电能的过程 与电解水产生氢气的方向恰好相反 特斯拉的真实意图与氢能的潜力 那么特斯拉真的在制造水动力汽车吗 迄今为止 埃隆马斯克及特斯拉的任何官方声明中 都未曾使用过水动力引擎这一具体术语 然而马斯克长期以来对可持续能源新方法研究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水动力引擎目前更多被视为一种构想或实验方向 氢气作为一种极氢的气体 却拥有惊人的高能量密度 这意味着即便微量的氢气也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若能解决其合理生产与储存问题 氢气有望成为替代传统汽油柴油的清洁能源 目前丰田 现代等日本及韩国企业已在该技术领域投入巨资 并推出了如丰田 Mirai和现代 Nexo等氢燃料电池汽车FCEV 这些车辆并非以水为燃料 而是利用氢气驱动其排气管仅排放水蒸汽 为何特斯拉此刻对氢能方向兴趣日增 关键在于特斯拉4680电池的量产进度远不如预期顺利 正因如此 特斯拉及其工程师团队正在积极研究替代方案 以期在未来降低对单一电池技术的依赖 氢能技术正是他们考量的重要备选之一 这并不意味着特斯拉已开发出成熟的水动力引擎 但该公司未来极有可能尝试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系统 或将氢能技术集成到其产品线中 如果一个系统利用太阳能或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来生产氢气 然后用这些氢气发电驱动车辆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清洁循环 可再生电力分解水产生氢气 氢气在燃料电池中转化为电力驱动车辆 最终只排放纯净水 整个过程零污染零碳排放 科学家们因此称之为清洁循环能源系统 电动汽车VS氢能VS 燃油车效率与未来 既然我们已了解水动力引擎及氢能技术的运作原理 一个核心问题随之浮现 它与其他现有技术相比 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换言之 它在电动汽车EV与汽油非柴油发动机内燃机S之间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首先探讨效率 这是衡量任何发动机优劣的关键指标 典型的汽油非柴油发动机 其能量转换效率仅为25%至30% 这意味着每消耗一升汽油仅约三分之一的能量用于驱动车辆 其余大部分则以热量和尾气形式浪费 导致能耗巨大并产生环境污染 转向电动汽车领域 这项技术被公认为当前效率最高的解决方案 电池储存的电能直接驱动电机运转 无需燃烧任何燃料 其效率可高达85%至90% 这意味着电池中几乎所有的电能都能有效转化为车辆的驱动力 这也是电动汽车日益普及 并能实现长续航零污染的关键 而水动力引擎或氢燃料电池引擎 则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折中点 它从氢气中获取能量 氢气在燃料电池中与氧气反应产生电力 该过程的效率通常在55%至60%之间 这意味着其效率约为传统汽油发动机的两倍 但仍略低于纯电动汽车 尽管如此 这项技术实现了极佳的平衡 既无尾气和碳排放 又无需长时间充电的等待 从成本角度看 汽油发动机的购置成本较低 但维护费用高昂 燃油价格波动频繁 且对环境造成显著损害 电动汽车因电池成本购置价格略高 但运行成本大幅降低 单次充电费用仅为燃油车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水动力或氢燃料发动机目前成本最高 因为氢气生产与储存技术复杂且昂贵 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绿色制清方式 如利用太阳能或风能制清的普及 其价格有望逐步下降 在充电与加油的日常体验方面 差异也十分显著 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间从30分钟到8小时不等 取决于充电设备即使是超级充电站 充满80%也需半小时 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加注过程 仅需3到5分钟 与传统加油方式无异 这对于长途出行或需要快速补给的用户而言 无疑是巨大优势 续航里程方面 当前电动汽车平均续航为400至600公里 而氢燃料汽车可达600至700公里 例如丰田Mirai单次加轻续航可达约650公里 这一续航表现略优于纯电动汽车 且接近传统燃油车水平 因此许多人认为氢燃料发动机 未来可能更适合长途运输场景 在三种动力系统中 内燃机污染最为严重 汽油和柴油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及其他有害气体 是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主要元凶 电动汽车虽然不直接排放污染物 但其电池中所需的锂和骨等金属的开采 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此外若电力来自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的环保光环也会大打折扣 氢燃料发动机 或称水燃料发动机的最大优势在于 其尾气仅排放水蒸气 这意味着真正的零碳排放 然而 一个关键限制在于 该技术只有在采用绿色制氢工艺时 才真正具有环保效益 目前全球约95%的氢气 仍通过天然气制取 此过程会产生大量碳排放 这意味着若以化石燃料制氢来替代汽油 其环保效益可能不如预期显著 因此专家们强调 必须转向绿色氢能 即利用可再生能源制取的氢气 本质上 电动汽车仍是当今最具能源效率 与实用性的解决方案 氢燃料发动机或水发动机 则可能成为该领域的发展新方向 它们有望解决电动汽车 在充电时长和续航里程方面的短板 而内燃机作为一种过时技术 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因此水发动机可被视为一种折中方案 它们虽然不如电动车高效 但也不像汽油车那样污染严重 若氢气生产能实现绿色化 加轻快速续航良好的氢能技术 或将完全成为清洁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未来电动车货服务于城市短途出行 而氢能发动机则可能专注于长途或重型运输 这两项技术并非相互排斥 它们将携手引领世界迈向净零排放的目标 这才是基于科学的真实路径 而非空洞的幻想挑战与风险 前方的障碍 既然我们已认识到水发动机或氢能技术的 机动人心之处 就必须理解其伴随的挑战与风险 任何一项新技术在落地过程中 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重重障碍 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无论构想多么宏伟都难以在现实中普及 最大的挑战在于加注网络 如今电动车充电站几乎遍布城市 汽油和柴油加油站更是随处可见 然而全球范围内的氢燃料补给站却寥寥无几 以美国为例 氢燃料站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等少数州 欧洲和日本虽在该领域走在前列 但补给网络仍显不足 在印度等国家 氢燃料站的数量更是微乎其微 这意味着企业若想推广水动力引擎或轻能汽车 必须先行投入巨资和时间建设配套的加注网络 另一项重大挑战是氢气储存的安全问题 氢气作为一种极氢且高度易燃的气体 其储存必须依赖极其坚固安全的储罐 以承受高压 当前的燃料电池汽车通常采用高达7008的压力 储存氢气这远超普通汽油罐的承压能力数倍 一旦发生泄漏或意外破裂 可能引发严重事故 因此所有涉足氢能的企业 都必须将安全置于首位 丰田 现代和宝马等公司 采用碳纤维 增强 储氢罐 其极高的强度已在氢燃料汽车中经过严格测试 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然而公众的担忧依然存在 因为氢气即使遇到微小火化 也可能引发火灾 正因如此 这项技术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工程技术 更关乎公众对其安全性的信任 若人们不相信其安全性 便不会接受它 因此特斯拉或任何相关公司 都必须保持安全技术的透明度 向公众清晰说明其系统的安全性 已进行的测试 以及应对事故的准备措施 接下来是基础设施成本问题 建设加清站网络成本极高 单个加清站的建设费用 约为100至200万美元 而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成本 仅为其十分之一 此外 清气生产与运输还需要配套的管道 储存设施及安全系统 这意味着 政府与企业若要推动该技术发展 就必须进行巨额投资 正因如此 日本 德国 韩国等国家 已启动政府资金 支持清能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在其他国家 该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 此外 法规障碍 法律及安全规范 也构成另一重要挑战 各国对清气的处理 储存和运输均有不同的安全标准 例如欧洲采用ISO1687等 严格标准规定清气纯度 压力及安全等级 在美国 能源部 DAO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等机构 同样实施严格监管 任何新型汽车或燃料系统 都必须通过这些安全认证 这意味着企业在推出 新型氢燃料发动机前 必须完成大量测试 文件准备 并获得政府批准 整个过程可能耗时数月 甚至数年 另一个风险在于火灾隐患 如前所述 氢气属于高度易燃气体 若发生泄漏 并接触高温表面或火花 可能瞬间引发火灾 更具挑战性的是 氢气火焰呈透明状 肉眼难以察觉 这使得事故发现和应对更为困难 因此轻能车辆及加轻站 均需配备特殊传感器 实时监测空气中氢气浓度 并立即触发警报 若特斯拉等企业要采用这项技术 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安全措施 以防范风险 公众信任的建立 不仅关乎技术和安全性 即便在今天 许多人对轻能仍持怀疑态度 有人认为它过于危险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未来的乌托邦 但现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 技术正日益安全 但普及仍需时日 特斯拉等企业必须公开分享实验数据 测试结果及安全报告 以建立公众信任 环境影响 绿色承诺 还是海市蜃楼 若想真正理解水利引擎 或轻能技术对环境的实际效益 首要任务是 厘清现有车辆的污染排放量 美国环保署数据显示 普通汽油车每年向大气排放 约4.6公吨二氧化碳C 这相当于约200棵树一年的吸收量 若考虑全球数百万辆汽车的排放 这些污染物对全球变暖起着决定性作用 正因如此 全球正积极转向零排放技术 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 水动力引擎能否真正解决这一难题 从技术层面看 若氢气源自绿色能源 如风能、太阳能或水力发电 该技术可实现近100%污染排放 因为其以氢气为燃料 在发动机内与氧气反应时 仅释放水蒸气 不产生碳排放 义无尾气 这意味着原本每年排放4.6吨二氧化碳的汽车 如今排放量将趋近于零 但现实情况是 当前全球约95%的氢气来自天然气制氢 即灰色氢 该制氢过程本身会释放大量碳排放 这意味着 若我们从汽油转向以化石燃料制成的氢能 其环保效益可能不如预期显著 因此专家强调 必须转向绿色氢能 即利用可再生能源制取的氢气 而非天然气或煤炭 唯有如此 这项技术才能真正兑现其绿色承诺 相较之下 电动汽车EV同样具备零尾气排放特性 但其电池所需的锂、钩、镍等金属的开采过程 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开采不仅污染土地和水源 还伴随大量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 电池报废后的回收处理 亦是重大难题 若处理不当 回收过程本身可能演变为新的环境问题 而氢燃料电池系统 则不存在此类困扰 因其无需电池所需的大规模开采 唯一的问题在于 当前至清与储清技术成本高昂 且能耗巨大 若能以经济实惠的可再生能源驱动该过程 其可持续性 甚至可能超越电动汽车 这项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 全球交通运输业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5% 这意味着若能让轿车巴士和卡车使用清洁燃料 气候变化的速度就能显著减缓 而水利引擎等技术正是在此发挥关键作用 它们不仅能使车辆更清洁 未来还可应用于发电和重工业领域 经济层面 成本维护与普及前景 现在让我们探讨水引擎的经济层面 及该技术的成本效益如何 维护方式以及未来是否可能普及至大众市场 我们紧急于当前事实展开讨论 首先水引擎或轻燃料电池系统的一大独特性在于 这类引擎的活动部件极少 这意味着摩擦更少 零件磨损或故障的可能性也极低 例如传统汽油发动机拥有数百个持续旋转的部件 活塞 曲轴 气门 皮带等 而燃料电池发动机则无需这些复杂组件 它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电能 直接驱动电机运转 其最大优势在于低维护需求 意味着无需频繁更换机油 清洗滤清器或进行大修 现在让我们探讨电池与燃料电池的差异 电动汽车EV使用的锂离子电池 通常寿命为8-10年 此后电池容量会逐渐衰减 可能需要频繁更换 全新的电动车电池更换成本不菲 可能占车辆总成本的相当比例 因此尽管电动车长期维护成本较低 但电池更换可能构成重大开支 另一方面 氢燃料电池通常拥有 5000-8000小时的使用寿命 相当于行驶约25万-40万公里 这意味着燃料电池可在长期运行中 无需重大维修 且故障时更换成本远低于整车电池 此外 其容量衰减 性能逐渐下降的速度远低于电池 因此从长远看 燃料电池系统的维护成本 可能低于电动汽车 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 氢燃料电池能否实现大众化 目前尚未实现 丰田Mirai或现代Nexo等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售价 介于5万至7万美元之间 这源于氢能系统的昂贵成本 以及生产和储存基础设施的局限性 但任何新技术在初期成本高昂 本属常态 随着大规模生产的推进 成本将逐步下降 电动汽车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 曾经昂贵的配置 如今已普及于终端车型 氢能技术亦将遵循相同入境 国际能源署EA预测 若未来十年启动绿色氢能大规模生产 氢气价格有望下降50% 此外 随着燃料电池产量提升与技术进步 其成本也将同步下降 这可能使氢燃料汽车 在未来普及至大众市场 另一个关键经济因素是燃料成本 一公斤氢气蕴含的能量 约等同于三升汽油 当前氢气价格虽高 但若采用绿色能源生产 其成本甚至可能低于汽油 由于加注仅需数分钟 这将为卡车 巴士及长途运输车辆提供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 您认为水动力汽车是否真正代表未来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